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歌曲《春天的故事》里面的一句歌词 歌词所述正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内容 以邓小平南方谈话和中共十四大为标志 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进入从计划经济体制 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新阶段 由此打开了中国经济 政治 文化发展的崭新局面 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 邓小平视察了武昌 深圳 珠海和上海等地 历时35天 形成6000千米 在考察的过程中 他分析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 总结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基本经验 明确回答了实践中出现的 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 比如 革命是解放生产力 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 比如 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 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 比如 中国要警惕右 但主要是防止左 邓小平南方谈话 是一次解放思想的再讨论 基础路线的再教育 改革开放的再动员 加快建设的再推进 他在国际国内政治局面处于严峻考验的重大历史关头 为中国共产党十四届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 做了充分的理论准备 是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推进到新阶段的 又一个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宣言书 在邓小平南方谈话精神的指导下 1992年10月12日至18日 中国共产党第14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 党的十四大回顾和总结了改革开放以来 在计划和市场问题上的认识和实践的发展历程 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模式 即公有制占主体地位 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 同时实行有效的宏观调控 这种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 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的体制 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 在所有制结构分配制度宏观调控等方面都有自己的特点 这些特点决定了市场经济体制的社会主义性质 也使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有可能更好地发挥计划和市场两种手段的长处 更好地把人民的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 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结合起来 兼顾效率公平 逐步实现共同富裕 1993年11月召开的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 通过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 将十四大提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和基本原则具体化 成为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行动纲理 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深化 改革发展稳定 三者之间的关系日益凸显 1995年9月 江泽民在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发表讲话 深刻阐述了要正确处理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 十二个重大关系 他指出 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是总览全局的 要善于通关全局 精心谋划 从总体上把握改革发展稳定之间的关系 做到相互协调 相互促进 要把改革的力度 发展的速度 和社会可接受的程度协调统一起来 做到在政治和社会稳定中 推进改革和发展 在改革和发展的推进中 实现政治和社会的长期稳定 1997年2月19日 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试试 全世界都关注 今后中国将举什么旗 走什么路 1997年9月12日至18日 在北京召开的中共十五大 回答了这个问题 其出中国的跨世纪发展的宏伟战略 大会主题是 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 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全面推向21世纪 大会把邓小平理论 同马克思列宁主义 毛泽东思想 一道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 并写入修改后的中国共产党章程 缠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 政治和文化的基本目标和基本政策 提出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 确立了中国跨世纪发展的战略部署 并就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所有制结构 和公有制实现形式等问题提出了新论断 提出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 中共十五大后 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 是在应对来自经济 政治和自然界等方面的一系列严峻考验中 稳步推进的 97年亚洲金融危机 98年罕见洪涝灾害 1999年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轰炸 李登辉两国论 法轮功邪教组织非法聚众闹事 面对这些风险考验 中共中央国务院冷静分析 果断决策 采取一系列措施积极应对 在战胜上述天灾人祸基础上 1998年10月召开的 中共十五届三中全会通过 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进一步推动解决三农问题 1999年9月召开的十五届四中全会 通过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同时出台 推进城镇住房制度改革 医疗保险制度改革和财政税收制度改革措施 并做出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部署 1992年海峡两岸达成九二共识 1997、1999年香港澳门回归 使邓小平70年代末 80年代初提出的一国两制 从科学构想变为现实 标志着祖国统一大业的重要推进 1998年11月 根据中共十五大部署 中央决定在县级以上党政领导班子 领导干部开展讲学习 讲政治 讲政器为主要内容的三讲教育 历史两年 各级领导干部受到一次 深刻的党性党风教育 加强了党的思想 政治 组织 作风建设 2000年二月 江泽民同志在广东考察工作时 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这一完整概念的提出 有力地推动了改革开放 和现代化建设的跨世纪发展 也为中共十六大召开 奠定了思想基础 好 关于南方讲话 和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性突破 我们就谈到这 接下来 我们继续讨论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战略目标的 确定与实施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